老杨到处说 说一段历史的故事 说的是孙中山跟胡汉民的故事 这个故事会给我们一些什么启发 大家听完故事以后 我们再做思考 这有一天孙中山来到了胡汉民 那个时候是总统府的秘书长 他基本上是分管整个民国初年的 广州政府的具体的行驻事务 他在胡汉民的办公室发现 他的公事箱里有很多很多 孙中山的首令首遇 他不禁博蓝大怒 他严厉的责问胡汉民 为什么扣押他的首令 盛怒的孙中山一定是用粤语丢丢声 用很多粤语 足足骂了胡汉民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 胡汉民默不作声 等你孙中山骂够了 他再把孙中山的首令 全部拿到桌上 逐条解释 这时候孙中山才发现 他的这些衣食手快 顺手拈来的首令 全部都存在一些问题 有的事关 手下职务的升迁 处理不当 有的事关调兵遣将 时机不对 有的事关财政拨款 多少失聚 这个性情中人当了大总统 其实他的参政 议政的本事和能力也是不够的 性之所至 可以信口开合 因为他在干革命的时候 是习惯 孙中山 听了以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等到把这些说解释完了以后 好了 轮到胡汉民发作了 同样也是用粤语 大声的对孙中山说 即使在专制的年代 也有大臣风波 招书 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 比如唐太宗 将以给世宗 过程霞 为化州防疫史 因而他也封了这道招书 太宗新南接受 立即恢复过程霞的原职 你读过这段历史吗 其实在宋朝南宋的时候 皇上的这个御旨 如果不合议 不合事时 那个接旨的人可以不接 甚至把那个旨撕掉 这个在宋史里面是有记载的 孙中山只好说我读过 其实不一定读过 胡汉民继续地拍桌子 对孙中山说 当年先生亲拟中华革命党的党员的事实 曾经有慎师命令 这一条先生可曾记否 孙中山只好说记得 胡汉民这个老书生 一条筋 调和顶奈 血里阴阳 原本是宰相分内事 我虽无宰相之名 却有其实 请问先生 今日之事 是不是我在行使 我的所有的应该的职权 尽我应尽的义务 孙中山有点下不了台了 只好说说来说去 都是你对我说不过你 但是这个胡汉民是 不义不老 紧盯不放 这个时候呢 有另外一个人过来打圆场 下班了 一起过河到南边去 吃鲁哥吧 我来请客 这才平息的这一次首令的风波 很多人都不知道胡汉民是谁 胡汉民也是国民党元老 最早跟随孙中山搞革命的 是国民党元老早期主要领导人 当然也是国民党前期的右派的代表人 孙中山逝世之后 有三个人主持了最有实力的人 这三个人是谁呢 一个呢 汪精卫 一个胡汉民 另外一个廖宗凯 廖宗凯在25年的8月 被暗杀 很多人以为这是胡汉民干的 但其实不是 胡汉民 这个时候汪精卫 还有许从志 还有蒋介石组织小组 来控制和处理这个廖案 大家认为胡汉民嫌疑最大 一度被拘押 当然胡汉民后来呢 也是西山会议外的领导领袖 后来也被蒋介石拘押过 1949年 中国大陆经过审查之后 认为胡汉民跟廖宗凯案无关 所谓广东省人民政府那时候是叶剑英 拨款人民币七万多块钱 很多了 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承建胡汉民的坟墓 胡汉民这个人呢 我刚才说是一条金文人的秉性 他得到了孙中璋的赏识 他追寻于中中璋最久 本来有望成为国民党接任的主席 但呢这个人太过较真 得罪的人太多 因此在孙中璋去世之后 他无缘当主席 后来呢 让明星效应的汪精卫 接了这个讨了这个便宜 那时候蒋介石还不是 这就让我一个感慨和分享 搞政治的人 性格决定命运 细节决定成败 第二呢 孙中山这个人呢 轻诺 一高兴就许什么 一高兴就写什么 一高兴就承诺什么 这个是有记录的 我曾经在广东台山 那么台山电视台台长 因为台山的华侨 华人在美国比较多 他拿到了一份 谭香山山河会的一份会议记录 这会议记录的决议 要把孙中山做掉 为什么呢 孙中山 兴中会成立以后 谭香山特别是他哥哥 号召很多 山河会的人 华侨领袖华商捐款 那孙中山在非常困难的时候 给谭香山的山河会 借了一笔款子 打印要还 但是呢没还欠了白条 他秘密就要把他做掉 但不需要他做掉 因为孙中山后来就病逝了 日本的黑龙会 在孙中山这个闹事起义 搞民运的时候呢 帮助很多 但黑龙会是呢 日本的一个集务役组织的 一个特务的机构 孙中山也做了很多的承诺 尤其是东北三省一些权益 他也开了很多的白条 做了很多的承诺 今天在日本的历史档案馆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原件 只是我们既已对一个 伟大的先行者的乐爱 和尊敬 我们一般不在历史上 来展示这些问题 我说这段故事 也是有感而发 一个有脾气的 率性的 豪横的领导人 身边一定要有一些刹车板 毛泽东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 就是身边没有刹车板 陈云说党内 我们有多了几个彭德怀 这个党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 大家都紧落寒蝉 毛泽东在那时候定于一尊 谁敢说反对的意见 这个党就这样走了 很长的一段歪路 所以身边一定要有一些 有脾气 有性格 敢说真话的人 比如说像胡汉民这样的人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黄克诚 张爱平 连毛泽东都觉得他是刺头货 他敢讲真话 敢拍桌子 还有大家所熟悉的彭德怀 周恩来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邓小平 陈云 甚至包括刘少奇 在关键的时候 也都没有勇气 说一句不字 刘少奇说了一句不字以后 后来死亦非命 那当然是后话 优秀的领导人身边 没有几个刹车板 没有几个讲真话的人 天众英明 你都有闪失的时候 你都有摔跤的时候 你是人 不是神 你为神 摸就相随 这是历史的前车之鉴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欢迎分阅 欢迎分享 欢迎订阅 然后刚才也谈到了 我们上期节目谈到了何鸿燊 两个受手 其实已经捐给了国家了 所以我们不要太多的期待 后面如果还发现有受手的话 希望何氏家人 也能够像他爹一样 捐款给他买过来 因为国家现在没有太多钱 外汇也不太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